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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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要做的就是花木蘭裡面出現的慕虛龍稀飯 首先要來燉蒜頭雞 花木蘭代付叢君的故事想必大家早已耳熟能詳 而慕虛龍端出來的這碗稀飯就是我從小夢寐以求的食物 看到兩顆半熟蛋加上培根 還有軟爛的稀飯就超像稀哩呼嚕的喝下去 之所以要燉蒜頭雞是因為要抵抗感冒 想必暖龍慕虛應該有添加一些增加抵抗力的食材吧 接著就把蒜頭放進綠袋裡 準備鍋子一隻拳雞加一點水放進蒜頭 用小火燉煮一小時 等待的同時把鱸魚去皮去骨切丁備用 之所以會選用鱸魚是因為它的營養可以讓傷口加速癒合 蠻適合在訓練中受傷的花木蘭 接著還有一點時間我們來隨意捏個捏麵人 一碗木蘭稀飯怎麼能少了蟋蟀呢 首先在糯米粉裡面加一些糖跟鹽 還有一些熱水中筋麵粉揉成團 然後用天然色素調色後捏出各種部位 再把它組裝起來 我捏得還真醜 湯燉好後就把雞取出來 別再問我雞後來跑去哪了 除了吃掉跟放生沒有別的選擇 這隻雞要價650塊可不是天天都能吃的 接著把鱸魚丁還有米飯放入湯裡 小火煮到每粒米都吸飽湯汁精華就可以囉 接著拿出自製的模具把培根放進去 再拿去烤箱烤就可以獲得微笑培根 接著煎兩顆荷包蛋 把它裁切成有點濕膠的樣子 然後把稀飯還有其他食材都裝進碗裡 你看 它在對你笑 這一個樣子就完成木須龍的稀飯囉 試吃時間 我必須承認這隻蟋蟀被我拿去堆肥了 捏面人果然是觀賞用的呢 我要開動 這稀飯的美麗米都吸附著高湯的滋味 等一下 多吸幾口 還有鱸魚的小碎肉帶出一點鮮味 其實我早餐很喜歡吃稀飯 但我愛吃的是那種很稀的 不是濃稠的那種 而且我只愛配荷包蛋跟豆腐乳 我對肉鬆比較無感 而且我沒想到培根居然跟稀飯搭的起來 還是應該說培根本身就是百搭呢 那最後我就給這個稀飯一個字 鏘 因為這稀飯的表情很鏘嘛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讚開鈴鐺 想看什麼料理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動畫片段我都放在IG了 想看就去找吧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